哈囉大家好 相信我拿三星Note 10系列的朋友們一直都在期待這個Android 10.0的更新 因為S10系列都已經完成升級了 那就官方表定的日期呢Note 10系列要在今年的2月份 才可以獲得Android 10的更新 但是好消息呢三星提前在今天也就是1月14日 提前對Note 10系列推送Android 10.0更新 所以現在拿Note 10的朋友們可以在這個系統設定裡面的 軟體更新這邊 按下載並安裝 它就會檢查 然後你就發現了獲得了Android 10.0的推送更新 這次的更新檔大小高到兩個GB 那我們可以把它展開來看有哪一些的升級項目 這個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這種重大更新呢都還是會有一點風險 比如說可能系統不穩定之類的 所以更新前呢大家務必要謹慎 那我今天這段影片就是跟大家分享這個更新 所以如果你在擔心更新好像會不會有什麼災情 那你就先不要更新 那如果你想藏線的話呢就跟著愛神一起來更新吧 現在就按下載 然後順便一提是這個三星的更新它有支援下載加速器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是兩個網路在下載 只是我這個地方它要調角度網路才會快 但是它現在好像只用WiFi 它認為我的 4G不夠快 所以它目前是用WiFi 我覺得我應該讓WiFi 跟4G在同時用 好所以我把WiFi重新開一次 好現在是WiFi跟4G都有在使用 速度可以來到100多枚 這樣子的下載時間就可以 可以大幅的節省 所以各位如果你的4G是吃到飽的 你可以把下載加速器開起來 讓4G跟WiFi 同時來進行下載 這樣大概5分鐘內就可以完成這個 2GB的超級大更新了 好現在下載已經完成 我們大概只花 5分鐘的時間 現在已經可以安裝了 那我們現在就點這個 現在安裝 來升級我們的Android 10 那提醒要升級的朋友們呢 記得先把重要資料做備份的動作 好這是大版本升級前必須要做的 那我們現在就等他安裝吧 好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 Note10的Android 10.0升級 我們現在可以到這個 關於軟體資訊去查看 可以看到現在已經是Android 10.0的一個版本了 那到底有哪些變化呢 我們也來稍微研究一下 首先在主畫面呢 我感覺好像 桌布的顏色有變比較暗一點 然後 狀態力的時間回到左上角 不過這是因為我之前有安裝那個 GOODLOCK的關係 所以可能那些 設定的部分要重調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相機好了 之前有人說那個 萬年10秒的封印 終於被解除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次在設定這邊好像有改變喔 你看之前是很多模式 去滑動 但是可能因為模式太多種了 又滑很久 所以他現在變成有個更多 然後就變成跟以前的介面一樣 是用選擇的 那我們可以來選擇 專業模式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快門速度 你看真的有到30秒了 只是如果他這個檔位有更多可以設還是更好 不然你看 30直接跳15再來就10 你沒辦法調成比如說12秒18秒之類的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但是呢萬年10秒的封印是真的有解除 然後再來你可以看到他選單這些 按鈕的圖示有變得比較大一點 不然之前有點小 那現在我們要怎麼回去普通模式 應該是點左下角這一個 OK回來普通模式了 你可以看到說放倍率的時候 你可以從右邊這邊快速去切換 想要調整的倍率 比如說一次放到10倍 然後當然換鏡頭這邊還是可以在這邊做切換 超廣角 這樣子 好那接著我們來看系統設定裡面的變化 前面這些設定應該是差不多 因為其實Note10的功能已經是有比S10多了 像比如說內建的螢幕錄影本來Note10它就有 這樣的功能 我記得它好像是說導覽列這邊 現在有手勢的這個更多選項的功能 就是我們也可以設定成從兩次滑動來 返回 就比如說這樣子 只是因為我們之前是有 下載那個 One Hand Operation 那我們如果把這邊關掉的話 現在用的返回就是 用三星內建的 就是你沒有載One Hand Operation也可以去實現這樣子的功能 好然後我們現在再回來 設定 然後還有下面 隱私設定 全線管理 這應該是看應用程式全線 這我有一點不太確定之前是 放在什麼位置 感覺好像不是在這裡 位置應該是沒有變的 進階功能 彈出視窗 截圖螢幕錄影 這個是之前就有的功能 數位健康 數位健康好像有更新 多了一個家長監護的功能 這個應該是配合那個Google 的家長監控去做設定的 然後數位健康是可以看你每天滑手機在各個App上用多少時間 之前也有這個功能但是這個介面他是有做更新的 然後裝置維護 裝置維護的介面也是全新的 然後電池這邊 OK電池使用狀況以前你只能看上次插頭拔掉到現在的情況那現在可以看到 過去七天 只是更新前的資料他沒有進來 就是要從今天重新開始收集 然後其他的應該只是介面長得不太一樣 總之就是今天三星Note 10 獲得了Android 10.0的更新 那更多的功能呢 愛珍也還要一些時間去測試 如果有時間的話我還會再跟大家做分享的動作 然後剛剛掃拍一個就是還有瀏覽器的部分 發現Google Chrome他也變成深色的主體 不過這個可以再設定去 做修改的動作 那當然也不是全部網頁都變成深色 不過你可以看到上面的狀態列 跟網址列 他會根據你目前的主題做調整 所以你現在手機是開深色主題他就是調整那種深灰色 那如果你把深色模式給他關掉的話 你就會發現就變成 是白色的 這個是在Google Chrome的一個差異 那最後再次提醒就是任何大更新之前還是都有風險 所以如果你會擔心更新後有什麼不穩定 或是什麼功能變得不能用 那你可以不用急著升級 不然我發現每次拍這種更新的影片呢 下面就來留言說更新後變得耗電呢 什麼功能不能用啊有什麼災情之類的 但這種東西呢我一更新完我也不知道 也是大概要測個幾天才有幫忙知道 到底有什麼功能是增加的 又有哪些功能是被取消的 這是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內容 我是愛蓁 謝謝大家的觀看